好 倒數第二個 我們的失落的威爾獅城 還以為他是140耶 沒有 他其實也是120等 對 他其實也是120等的副本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裝備有什麼吧 我覺得這一次的裝備好像有那麼一點點的香 首先是他的服飾 服飾的話沒有加能力啦 有點可惜 我就看這個遊戲什麼時候服飾才有額外的能力 除了之前的一拳超人有被動以外 很像後面都沒有了 然後再來是貝斯波核心 這也算是新裝備的對吧 主要他這個是加智力的 可是他的能力很香 那他的是核心的技藝 貝斯波核心01 當兩個核心01與愛的技藝在一起 解鎖技藝核心 其3 我以為可以耶 好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 好 首先呢 貝斯波核心的話 加智力 智力%提升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他的能力是什麼 智力百分比提升8% 再加上8乘以改良等級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改8的話呢 就是88 64 然後再加4 直接加72%的智力 但是正常玩家如果你是用那個 一路同行包的話呢 大概是可以到改4的程度啦 所以84 32可以來到40%的智力百分比 而且最大SP還給他提升 哇 這個東西有點香 只不過還有一個東西卡住啊 所以也不一定能用 然後這邊是貝斯波核心力量跟力量提升 那這邊是一樣的狀態 是用上了力量百分比跟魔法防禦 所以其實力量很像也有一點香就對了 有力量又加魔法防禦 那如果今天的話 敏捷是什麼呢 敏捷百分比跟魔法防禦百分比 最後的話呢 是有一個靈巧啦 靈巧的話呢 是靈巧百分比 可是最終閃避百分比 很像有一點沒有必要 相比而言 總覺得還是力量的魔法百分比最香 但是呢 它是三件效果的 我們最多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還有一個要裝 可是呢 這個東西 它是體質 所以體質 我今天如果真的給它塞下去的話 代表說我就要把我的這個給它拿掉了 那...好嗎 我原本以為只要左右兩件就可以了 但是它要三件的話呢 可能就要斟酌一下 但是如果你本身就是玩 它沒有力量 它沒有體質 它一定是這樣子搞 所以未來說不定會有出現其他的吧 既然有體質了 是不是就會有力量啊 有敏捷啊 有靈巧啊 這個類的東西呢 那真的能用的話 大概就是智力了吧 然後給體目用吧 不然的話 其實這三件看起來很香啦 但又覺得哪裡用不到 對啊 對對對 就很坦 但是又覺得你的傷害可能會有點折扣 有一點折扣 因為這邊沒有體 這四個沒有體 好 再來呢 是它的頭飾是兩棟的 所以這個價格應該不會到太貴才對吧 因為它沒有能力嘛 對不對 背部跟尾巴好這個不管 那再來的話呢 是我們的卡片的部分了 這卡片的話很像都是一樣的 這是隊伍獎勵 我們團隊獎勵的話很像也是一樣的 卡片的部分 好 那卡片的話呢 之前官方就已經有說了啦 貝斯波卡片耶 超香的 T 每五秒呢 回復加8.3% 然後最大HP加33% 然後呢 那個咒卡是聖屬加41% 無屬加41% 如果你本身是聖無系的職業的話 這一套根本就是拿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邊套裝效果呢 只要兩張就可以了 而且它的套裝效果是強到一個爆炸 地水火風元素的減免傷害提高30% 然後呢 最終物傷跟魔傷提高35% 哇靠 這真的是香到一個爛掉 只是它是聖無屬啦 那我這個職業的話要無屬嗎 我還在思考這件事情 對 就算給我拿到了 假設有機會那個萬一拿到了這張卡片 能裝嗎 再說再說 所以之前說要啦 可是現在冷靜下來之後呢 要買嗎 可能有待商券 好 再來呢 是 精英阿修羅機械狂戰士卡片 一開始看到這個卡片的時候覺得很像 欸 沒什麼啊不就跟平常一樣嗎 不對 它是新的 對 然後這個是武器卡片 最終物傷附加13.8% 這個跟那個什麼 石炮火樹B 石炮火樹第一些些啦 但是呢 它有負面狀態穿受加11.5 那這個東西呢 可能會跟我上次之前拍的那個 有一點撞到 我之前那個拍的這個是礦工模嘛 本身有物傷附加11.5% 而且它還有最終物防穿透11.5% 但是呢 我這邊其實還有一個想搞的 就是我們的導向短工喔 我一直都覺得導向短工 如果假設這個東西是可以一直上去的話呢 這個系數我改良上去 應該會比這個短工還要來痛很多 因為畢竟呢 我永遠多多一招 系數很像高達1000% 或是1200%的一個傷害在 只不過就是那個流血 有沒有辦法一直上上去 所以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最後一里路嗎 如果今天插的卡片多了 有沒有辦法讓我很容易就給它上去 不過這個測試的價格 也是高到一個不可思議啦 反正有機會再說 然後呢 是精英阿克坦卡片 然後這個也是超香的 最終物傷減免11.5% 那本來就有在用 防禦你是模仿的話應該也在用 物防的話不知道有沒有人在用 但是我之前有用後面還是換血卡 但是呢 它這邊體質還給你加57.5% 而且這是白字喔 你這體質加上去之後呢 你本身的那些趴傷卡 趴數卡又可以再跟體質互相疊加 喔 那就是超香了 真的是又給它疊上去血量會更多 所以這張卡我覺得可能大家都可以來一張吧 那再來是我們的阿修羅精英 精英阿修羅機械狂戰士卡片 最終魔傷減免11.5% 最終然後體質能加57.5% 所以這兩個是不是都可以給它來一張呢 然後再來呢 是精英阿克坦卡片的咒在投資的部分 最終極速6.9% 負面狀態探索11.5% 那這個部分可能就要看有沒有 哪個職業會需要 因為我是玩雙手的 雙手的極速本身就是超多的 多到沒有意義的地方 所以我這個對我來說是還好 那如果你本身是單手系職業 然後你又很缺技術的話 這張卡是不是會很香 然後那接著呢 就是我們的那個新的套裝了 那這一次套裝的話呢 我覺得很像也香過頭了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達納托斯 這是上一次的嘛 那上一次的能力的話 是加PVP的物傷減免 雖然說它的被動很香啦 雖然說會減少我們的那個 會降低物理防禦 但是呢它的最終傷害減免 跟最終傷害加深都會提高很多 只不過卡就是卡在它是PVP的部分 但是呢如果今天是被四波的話 完全不一樣了 沒錯它就是一般PVE也可以用的 物理防禦的 物理防禦魔法防禦 然後如果是鞋子的話 批鞭的話呢 是物理防禦跟最大HP 就跟我們的那個瓦套是一樣的概念 只不過呢它又是可以有不一樣的被動 它這個被動真的是香到一個爛掉 來我們來看一下 釋放技能時呢普攻或是技能都會有 技能的話24%普攻的話12% 有機率疊加一層被絲波印記 然後每層印記呢 共可以提供下列的效果 最多可以疊加五層持續六秒鐘 所以我們只要六秒鐘之間觸發一次 它就一直疊上去 每層呢第一個是使最大HP百分比減少 那應該算是這種裝備的一個缺陷啊 就是不能讓你太過分 如果這個還增加的話會太扯 不過它的血量也是減超多 如果今天剛拿到的話 全部都等級1 它就是給它來到5% 還疊五層的話是扣25% 不過這個東西應該是相減而言 就是我本身血量就是加到200%了 可能會先扣25%掉這樣子 但是呢如果我今天正常玩家的話 是可以到改4 改4的話呢就是5加上20% 就變成25% 25%再疊五層的話呢就是125% 哇那疊下去血量就有一點點硬了 那疊下去的話血量就有點硬了 如果像我這種玩家我要拿到的話 說不定用下去我的防禦 我的血量只會剩下幾十萬 也不太可能也有可能 但是呢 犧牲掉了這個能力 它給的東西超香 給的東西呢是每層物理攻擊和魔法防禦 加3%加上改良的%數 所以我一等的話呢就可以加15% 如果今天改4的話呢就是來到了12 15%再加5%等於是來到了75%的物理攻擊 只要疊到5層有一點可怕 然後呢每層負面狀態穿透還會再給它增加 跟我剛剛的那個導向短弓有一點感覺 如果今天導向短弓給它上去的話 這個負面狀態穿透是不是會加的更多 然後我今天要改4的話呢 可以來到5加5就加了25 然後再來呢是最可怕的最終傷害加深 這個就是活生生的增傷 能這個係數的東西真的是不多 那一樣啦一等的話呢是1.6% 加起來的話是8% 那如果今天的話呢是給它來到改4 我們就可以來到8432% 再加8% 最終傷害加深會來到40% 所以這一切加起來的話這個裝備會很香 對這個裝備會很香 而且它本身就有最大HP的%數了 所以它其實扣掉的%數應該都被這邊給扣掉了 而且這個是子裝的精煉 它本身就很高了 所以這套裝備老實說 我有一點點想搞 有一點點想搞 但是這個搞下去也不是 近期內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畢竟這個東西也才剛開 如果要嘛就是要去打 要嘛就是要自己去買下來 那我剛打了一下感覺很像還是要一群人去打才可以 還是沒有辦法一個人 我現在蠻期待就是這種多人副本可以一個人去打 這樣的話就可以更香 不過感覺還是要等很久就對了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140等的副本的裝備啦 那至於副本的內容的話 有機會我們再來給它拍攝一下 因為畢竟剛打過一下感覺很像還要花那麼一點點時間就對了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3 2 1 掰掰 1 2 2